那我们就先看各年的销售统计好了 各年销售统计我们是不是要点回来这边 来去画这张图 请问一下 因为学大数据分析最后交到预测 那请问你要不要猜猜看哪一年销售最好 有看到吗 2016年有一张订单 2014年有一张两张 2013年有一二三四五六张 2014年有一张2015年 如果说你用这种方式的话 是不是可以稍微猜猜看 好像2013年销售是比较高的 因为订单多 订单多可能销售就多 可以了解 当我们今天看到资料 如何训练自己的敏感度 第一件事你就先猜猜猜看 你看到的资料 然后接下来 然后我们去求证 对还是不对 然后再做另外一种分析的手法来做验证 那我们先看第一件事情 各年的销售 首先正确的一个交法 就是在空白地方点一下 然后这边是不是有很多很多种 视觉化报表 最容易让人看懂的就是直条图 所以我点直条图 群组直条图 然后接下来我要算各年的销售 各年的销售 请问各年 这个年是不是跟日期有关系 你不可能点那个子类别 不可能点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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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会点订单日期 那为什么不点发货日期 通常我们在计算的时候 看你切分的时间点 如果我今天我们以拿到订单的日期 来当做是计算的依据 好你要特别先交代一下 那我们先以订单日期 来当做是我们计算的依据 所以这里面是不是就会有年 然后接下来销售额点下去 刚刚当我点选订单日期 他就会自动把订单日期 放在轴这边 然后如果我点了一个数据 他就会放在直这边 轴是什么 轴就是这个X轴 直是什么 就是这个Y轴 他是不是就画好了这张图 2013到2016 那请问你 这以下是不是也做得到 对吧 这我绝对同意 绝对同意 但是后面的分析才是重点 我们先来观看一下 这张图 这张图 应该还记得住 1.空白地方点一下 2.点选它 3.订单日期打勾 4.销售日期打勾 你就画好这张图了 然后我希望为了方便我们上课观看 所以我把这个部分字放大一点 怎么放大呢 不是在栏位设定 是在格式 这个是格式 格式里面 X轴 请把字稍微放大一点 然后 字的颜色 字的颜色 我把它设成黑色好了 这样字是不是就比较深了 接下来 Y轴 Y轴 然后 一样 字的颜色 好 所以麻烦请你们先简单的做到这个地方 来麻烦请把2013到2016年的销售额算出来 拜拜